谢谢主席 我们请交通部林部长 华航谢董事长 华善安总经理 总统府萧处长 国安特勤中心方执行长 财政部官务署彭副署长 好 各位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很沉痛的神 所谓的司宴案 我想大家非常的沉痛 但是我今天为什么把所有大家都找来 因为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被触及 那就是整个政府机构 对于英雄苟且行之多年 而毫无知觉是违法的事件 仍然英雄救治不断的犯错 这样的事件 我们过去从所谓的总统府国务接要费 到政府机关的特别费 一直到大学教授的 所谓的补助申请的发票和销 诸多的所谓被叫做历史工业的事情 这么多的警惕一路下来 竟然还留存着这么类似的一件事情存在 那个意义 我觉得是我们非常震撼 而必须要深刻深刻的去了解 到底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做好 什么事情没有做对 而没有做好没有做对的是 你们今天在座所有这几位所属的单位 你们的领导都要负责任 本席在事件发生之后 一面很沉痛 一面我半个小时就把所有的法令全部查过一遍 案情都非常的清楚 根据烟酒管理法 我们免税免申报只有一条烟 两条烟到五条烟要申报 第二条到第五条要缴税 五条以上要带进来 就是有特许证的烟伤才可以带进来 烟酒管理法明文规定对不对 Google下去 一堆都告诉你 还有表格告诉你 什么样的Q&A都有这个部分 法明文规定是这样 接着我就想到 好那么会不会是因为礼遇 所以礼遇包括这个部分野兽礼遇 结果我去查 有一个法规命令 叫做国际机场礼遇作业办法 国际机场礼遇作业办法的第十条 它怎么写 它明文规定 申请礼遇的机关或个人 对其申请之礼遇对象 及负责接待人员 因礼遇至发生影响安全或不法情事 应付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礼遇的机关或个人 对于礼遇过程发生的不法事件 连申请礼遇的机关都要负责了 更何况是受礼遇的人 可不可以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不可以 换句话说 我们的礼遇规定里面 并没有排除法律的后面 并没有排除法律的责任 所有的法律的责任 照付 换句话说 这也不是礼遇的项目 可是 这是一个超越时空 因为犯案情势十分漫长 超越党派 因为即使是马总统的时代 也已经开始鸡边交货 也超越制度的变迁 为什么 因为这中间有淹穗的调整 超越了这三个漫长的英雄的一个 真的是 就是英雄苟且之事 今天发生了 你知不知道 我们贪污治罪条例 第十五条 你明知有贪污事项 包庇的长官也要负责 第十三条 你用公务运输工具去运输 是十年以上的图形 最重的是这一块 那撕烟的部分 反而都是行政财罚 罚钱而已 如果涉及贪污 我们才能用贪污治罪条例 可是 你用公有的运输工具 去运输的本身 无论如何是逃脱不了 贪污治罪条例 第十三条的究责 那我要说的是什么 我要说的是 公务人员的法制素养在哪里 政府首长的领导当中 有没有实时提醒大家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 不要自以为是 过去的惯例 如果觉得心中荣获有疑虑 要不要法规命令赶快查一查 为什么连这个都没有做到 然后一直到现在 那这个部分 现在问题来了 有多少参与撕烟采购的人当中 他们自始至终都认为 这个就是领域通关的福利吗 可是他们错了 领域通关没有豁免 这部分的法律责任 但是我们所有机关 所有的领导官员 所有的领导行政的首长 在过去一而再 再而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的不知道 不知道原来有这个事 因为你们来来去去 有的知道了 也误以为说 这就是福利 这个问题到底还有多少 这种 明明是违法 但是音寻就利 而不断存在的事项 除了这一件 到底还有没有 今天法务部有来 回去 通令所有的机关 所有的政府首长 通令下去 去检视所有你们的行政作为 检视你们所有的行为 有多少事项 有可能涉及 像这种 应循 救治而实质违法的事项 全部做一个通盘检讨 让这件事情变成是 所谓历史共业的最后一件 我当然没有要把它当作历史共业来原谅 我也非常的沉痛 我也要求你们办到底办到满 但是 难道除了这件事情没有了吗 为什么我们国务纪要费多少年了 特别费多少年了 然后会计法也经过了第二次的修正 连大学教授连大法官都卷入 多少年了 今天又来一个誓言 如法炮制 我要谈的是这个部分 从这个部分的检讨 才是我们看待 今天几条言几条言 哪里也是重点 但是最重要的重点 根本就是在这里 整个政府机关到底你们 有没有把白纸黑字的法令如山 放在眼里 你们的行政作为 到底有没有静静夜夜 十分的严谨 每件事情都去检视自己 有没有合法 这个部分才是重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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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官员员 大家请回座 接下去